我問他這一題 他說現在有質量2公斤的物體 一開始的速度是4 我就碰撞他之前的速度4 然後呢 把他壓進去 這個彈簧把他壓進去 再退回來的時候 他壓到底的那個長度是0.1 再退回來的時候 他速度變了 變成3公尺 但是他速度為什麼會變慢 因為這有摩擦力也要做工 所以摩擦力進去再出來的話 這樣走了0.2公尺 給他做了工多少 做了護工 做了護工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那個 我把它加絕對值 等於是2分之1 他的動能變化 2分之1 然後4的平方 減3的平方 這是2 所以這16減97 所以這樣來回這樣兩趟的話 做了護工是7 所以這樣進去一趟的話 做了護工是7 那就是說 他在進去以後 動能是這麼多 進去以後的話 有一部分儲存成位能 儲存成位能 儲存成位能的那個 彈力位能是2分之1k 乘以0.1的平方 儲存成彈力位能 好 然後呢 再加什麼 加上那個 就謀殺力給他做的護工 被熱能跑掉 這個護工的話 就等於這一半 就等於7除以2 這個是等於動能 進能的動能 2分之1m V1的平方 這是2 所以月掉 416 那這樣的話 這是3.5 那一過來的話 這是2分之1 k乘以0.01 16減3.5 5 這是5減32 12.5 所以k點多少 1250 125乘以100 就1250 那1250再乘以2 1250 這12.5 除以0.01 再乘以2 這1250乘以2的話 就是2500 所以彈力常數是2500 亡以100 沒有對得的公司 算是兩千五百 是兩千五百 好